9月27日港媒爆料称59岁港姐 钱惠仪豪蒙梦碎 她跟富豪老公已栽办理离婚手续 接受长达27年的夫妻关系 钱惠仪随后发出声明承认离婚 钱惠仪在声明中写道 痛了累了心碎了 这首歌正好代表我过去 四年来的心情我已决定重新出发 像一段逝去的爱情 其27年婚姻正式告别 请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太太 提起钱惠仪的名字 可能年轻一辈的网友不太熟悉 事实上她曾参加1981年港姐选美比赛 凭借着靓丽的外形以及初衷的气质 她拿下了亚军 比赛结束后她加入娱乐圈发展 先后拍摄过不少影视剧 可惜反响平平 虽然事业发展一般 但她的感情路十分顺畅 很早就嫁人 变生了二子一女 钱惠仪老公叫马清扬 她来自大名鼎鼎的马景灿家族 马景灿是某银行的创办人 身家不菲 马景灿育有多名子女 除了马清扬 还包括马清伟以及马金仪 马清伟便是陈美琪的前夫 关志林的前男友 马金仪则是前TVB艺人 曾在天龙八部中饰演阮新竹 但已去世多年 加入豪门后 钱惠仪的生活非常惬意 不仅住豪宅开豪车 还生得老公宠爱 她但住娱乐圈后 转行开家居店 店铺走的是高端路线 她需要经常飞到世界各地 搜罗名师设计 老公则始终陪伴在侧 马清阳一直很热衷赛车 钱惠仪也常常抽空陪她出赛 为老公加油打气 恩爱十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2018年7月 两人传出感情出现问题 对此 马清阳大方承认 还说闹情绪的前回忆 去了国外休养 同年年底 马清阳传出恋伤外籍模特 从当时曝光的照片来看 模特美貌出众 身材较好 外形很是吸睛 两人经常出双入怼 马清阳带着模特坐游艇 私人飞机到处去 表现很是亲密 当时 马清阳却表示自己不认识模特 还坚定的说不会离婚 然而 港媒最新消息称 马清阳跟嫩模已相恋四年 两人的社交账号 互相关注者 根本就是认识的 她为了迎娶这位 年仅25岁的新欢 从过分到逼迫妻子 搬出一间 只有折叠床 没有窗户的简陋房间 另妻子终日以泪洗面 前惠仪跟马清阳结婚多年 生活一直很幸福美满 没想到在即将奔溜的时候 要面对丈夫的出轨背叛 不管怎样 希望她能尽快收拾心情 好好面对未来的一切吧 每年香港小姐这下选美赛事 都会引起大家的讨论 大多数港姐都是凭借着傲人的身材 忧郁的长相 赢得大众的喜欢 而在80年代 那个没有PS和美颜相机的时代 更是孕育出了一大批漂亮的港姐 今天明显要聊的则是81年的港姐亚军前惠仪 1981年 前惠仪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亚军 其实当时前惠仪本应该为季军 但后因冠军罗佩之虚报年龄被制作了冠军规冠 所以由亚军顶上成为季军的前惠仪 也自然升级成了亚军 通过港姐比赛出道后 前惠仪便进入娱乐圈打拼 但仅仅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 9年之后 1990年 前惠仪就正式宣布离开娱乐圈 移居加拿大 1993年 前惠仪再次回流香港 且在1995年 嫁给富商马清阳 可以说姚申变成了阔太太 和马清阳结婚之后 前惠仪生下一儿一女 马清阳是香港大生银行 创始人马景灿的后人 马景灿曾经是香港五大富豪之一 所以从出生开始 马清阳就家产丰厚之后 大生银行也变成大生地产 而马清阳也变成大生地产的总事 在资产方面 可以说在香港名列前茅 马清阳还有一哥哥叫马清伟 说起来很多人都对他有印象 马清伟当年和陈美琪结婚之后 又和关志玲传出绯闻 随之陈美琪与其离婚 离婚之后 马清伟又和薛子伦结婚 但是这一段婚姻也已离婚告终 原因还是马清伟喜欢在外面 沾花日草 秦惠仪和马清阳结婚之后 却因为且闹过很多的麻烦 而和他因钱反目的人 还是他的父母 秦惠仪与父母二十多年前 因买楼问题众享恩远 多年来双方已形成陌路人一般 1994年5月 秦惠仪和他的父母 买下家兆台一个价值 六百多万港元的单位 而钱惠仪负责每约四万元的贡款 三年后 钱惠仪和父母都想售买 家兆台单位 但因分钱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成功卖出 1998年1月份 钱惠仪的父亲跪在他的住所门外 希望可以取回 麦楼索福的一百多万港元首期 有媒体因此采访这件事 但是钱惠仪据评论事件 其后该单位因欠贡款 被银行收回 同年钱惠仪的父亲申请宗远 却被拒绝 99年2月 银行仪见价卖出这个单位 并向钱惠仪追讨欠款 当年8月 钱惠仪遭银行 入宾法院申请破产 钱惠仪从那次之后开始表态 表示 因父母贪财才跟他们翻脸 2001年6月 钱惠仪和父母的关系再度紧张 钱惠仪的弟弟钱俊雄 怀疑因服食过量摇头丸猝死 钱惠仪伤心欲绝 并与父母发生骂战 说弟弟服食要脱丸 是友人一手造成 并跟父母断绝关系 之后钱惠仪的父母因经济问题 由大屋前往小屋 03年 钱惠仪的父亲想和钱惠仪恢复父女关系 但却没有得到钱惠仪的回应 就算是过去这么多年 钱惠仪好像也没和父母和好 直到09年母亲去世 钱惠仪回家主持了葬礼 帮母亲处理完了后世之后 和父亲的关系才相对缓和 不仅仅是父母 钱惠仪和薛志伦也曾暗自较紧 薛志伦是马清阳哥哥 马清伟的亲戚 也就是钱惠仪的前周历 有次在媒体面前 两人明明离得很近 却互不搭理 面对媒体的采访 钱惠仪表示和薛志伦很少联系 能在媒体面前指引 和自己的前周历没联系 或许这就代表着在私底下 两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烈 这两周里的豪门恩怨 一时间成为当时最火的新闻 如今钱惠仪虽然仍然过着富贵的 霍太太生活 但她也要面临各方面的压力 既要防止别人争自己的财产 同时还要关注丈夫的桃花债 在某些人眼里 她是社交场上风光无限的名媛 但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除了幸福 还有很多别人看不见的负担 近日由当地媒体报道 昔日港姐亚军前惠仪 与富豪丈夫马清阳宣布离婚 尽管事出突然 但其实两人的婚姻早在多年之前 就已经破败不堪 9月27日 当地媒体爆出 1981年的港姐亚军前惠仪 与丈夫马清阳离婚的消息 或许是不愿意再被追问 在媒体报道之后不久 前惠仪便发问承认了离婚 她表示痛了累了心碎了 今天我决定重新出发 向一段逝去的爱情 及27年的婚姻正式告别 请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太 谢谢 结婚27年直接宣布离婚 看起来挺突然的 但实际上 这二位的婚姻已经不合 有一段日子了 可以说是早晚都要离的水平 前惠仪是1981年香港小姐大赛的亚军 待到比赛结束 她自然而然的进入了娱乐圈 开始学表演做演员 过 这位在娱乐圈混得不算顺利 拍了将近十年戏都没啥起色 在影视作品里 一直都是彬彬彬彬的配角 好不容易拿到一次主角 也不是什么好本子 八成事也觉得自己没啥出路 到了1990年的时候 这位干脆就退出娱乐圈出国了 一直到三年之后